接下来我们看刚才推导出来的Discrete Hybrid Series 它的性质有什么 有这些线性、平移、平律什么等等 可是我们不会一直讲所有的 因为其实大功能有 我大概列一下 我们这边大概要跟各位说明的是 相乘跟相减这一部分 以及还有一个最后Cross Fail的关系的过程 除了这块其他性质都有 我这边大概列一下 所以这是第一个你会看到的 那后面特别有一个表 3.2 其实是列出来 这个在iscrete Hybrid 里面所对应的性质的关系 所以我再把它整理一下 你大概会看到的性质是像这样 第一个我们刚才前面推导出来 在合成的方程式 就是我任意一个 周期性的离战的时间的序列 我可以用这一组 Exponential 然后乘上对应的系数存法存在 然后对应几组呢 任意连续的大N 就可以组合在一起 那这些系数怎么找 你这些AK怎么来的 AK其实是你原来的这个系数 去乘上对应的这个Exponential 然后这边是负的 书有一正一负 上面都是正下面都是负的 负的Exponential 负JK 然后也是任意的连续的N 然后最后再处理N 你大概看出来的形状就像这样 在high domain 像这种周期的 那你对应到 那个 K domain也是周期大N 这边是周期大N 会有这样的系数的关系 在discrete height 另外这边 SN加N 4等于SN 因为本来就是周期性 那 系数也同样的 AK加N 会等于AK 所以系数也是周期 这是我们之前导出来的结果 那这一个就是所谓 估理的K对数字的关系 好 那对我刚才提到的 这样一个系组性质 这个操作的模式 除了跟 一个是散面群 这个是散面群 那当然在肯定运害 它是用积分 因为我们原来的titleman的讯号 是肯定运害 所以我要分析的那个部分 就要用积分的关系的 得到结果 那我刚才提到 有什么性质呢 像线性的 时间平移 那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样的 两组做线性组合 那它的系数也是同样的线性组合 好 那在titleman平移一个 -N0 你这边就乘exponential 的-N0 -N0 -N0 在这里 其它是JK 我没看的 就是同样的性质 那一样都可以用前面的 那两组公式去推导 相乘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 pied domain的讯号 这两个把它乘在一起 而在系数呢 就是这两个做convolution 那差别在 这边列的是continued high 这边列的是continued high 那你注意 当初我们continued high 是负无线大到正无线大 因为continued high的时候 的系数不是周极性的 所以它两个就是有无线多向 然后做convolution 但是在Screen high的话 它是周极性的 这个系数 本身这个系数 就是周极为大N的宿叠 它做的convolution 就叫做periaticconvolution 它会找任意的N个 然后做convolution 那什么叫periaticconvolution 我们之后会跟各位介绍一下 你大家先记得一下 这两个差别在于说 这两个convolution只针对大N个 只针对大N个做convolution 要不然你发现这两个 如果用刚刚讲的 那无线多向的convolution 你会发现 它的convolution核是无线大 因为大家都有周极性出现 大家周极性 那我这边翻转过来 全部加在一起放爆掉 周极性的序号 就是全部都有 那你把它翻过来 平移再加上去 那不是有无线多项吗 只要有数字无线多项 所以不会做之前的convolution 那我们做的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那是推导出来 不是我自己定义的 这是差别 好 再来相减 我要算出来是两个相减 延续两个叫first difference 就是xn-1 那我要先推导一下xn-1是多少 那我们刚才讲过xn-0 对应的是这个exponential的-n-0 那-1的话就是-1个n-0 好 那xn-1在这里 那xn-1在这里 所以这两个就相减 那等于西数这两个相减 好 那因此相减之后 发现上面都有西数是ak 所以ak提出来 那得到答案是1减掉exponential的zkω 就是一倍的 那这边就是因为一倍的 detail一个或平移一个时间 当然会所得到的结果 就是相减的时候会有这个关系 在discrete height 同样有这一个所谓的costL的关系 我们在continue height有讲过 就是在tile domain 跟在k这个系数方面 它们的energy 它们的能量是一样的 可是在continue height的时候 因为k是无限多像 但是在discrete height 其实都是n相 就是这n格或这n格 就是这n格 所以你会发现 两个都是周期性的树列的关系 那因此 这边所推导出来的关系就是 在开domain的这n格 把它取绝对值平方 然后连续的n格 然后再出以大n之后 所得到的能量等于这n格 这n格把它取绝对值平方 然后一样取同样的n格 这个是costL的关系 这个其实在比较比较容易震 因为其实就是 把这个再带进去一次 AK 再进去一次之后 再把这个再带进去 再带一次再带一次 就是转过去再转过来之后 你会得到答案的结果 这个你们可以去试试看看 因为这是你们的作业 你可以去试试看看 大家看看结果是什么 那有了这些性质 最主要是要告诉你说 我不用每次真的给你一个讯号之后 你都去做这么复杂的 这个顾业急速的转换的方式 比如说我如果要你求这个 这样的一个数列 那第一个你怎么做 这是周期讯人 因为周期等于5 对 然后它要重复这样周期讯人 那第一个做法是带公式 对不对 带公式就是这个公式 就是把带公式 那你就可以锁出对应的AK 所以这个例子 你刚才做过那个方波 这个例子也不难 它只是把它分成两段而已 分成绿色这一段 跟蓝色这一段 还有红色这一段 所以你这个散面群 就会变成分成两段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的 就是有一段是加三 有一段加两个 然后就是等比急速 然后两个分别加在 那一样可以得到答案 那这边又告诉你 那我如果假设 不要真的用这组公式 你忘记了 你忘记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就是用 你如果只超到一组公式 是这个 这是第一个作业 Amy超 第一个例子 Amy会这个东西 这个跟上面这个关系是什么 其实这个 我可以把它拆解成两个部分 就是变成大家都有的是一部分 所以我画另外一个领色 那多出来的这一部分 大家都有的是这一部分 就是这样 所以发现上面这个函数 或这个讯号 会把它拆成两个 所以就等于 这个加这个 下面这两个就看起来很 很平顺 很很标准 那这两个其实我们都做过 我颜色看好不好点倒 好 随便 假设你没有色谤 好 这两个分别对应的系数 我都可以说出来 说出来大概就是这一个 或这一个 这是对应这个N1等于1 然后这大N等于5 那这是N1等于2 然后大N等5 对吧 代应系之后 下面这两组公式 对 就是两组可以把它对应找出来的功能 就是把刚才我们前面那个例子 所对应出来 那我刚刚说的技术解释 那因此这两个刚好是 我可以知道是这两个加在一起 AK是等于 第二个蓝色跟红色 这两个加在一起 所以它的系数呢 也是这两个加在一起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 那么简单 所以我只要会一个 其他的就是用加的 或相减 或相减 相乘都可以把它算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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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